音樂 剛剛我們看到很多關於中貞廟的都市傳說 今天帶大家來破解一個新的 不過呢 只靠我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 我們還需要請別人的幫忙 首先讓我們來歡迎 非常了解中正經驗堂的都市傳說達人 陳凱紹老師 老師我們今天來到中正經驗堂 是要破解什麼樣的都市傳說呢 講到這個中正經驗堂的都市傳說呢 首先呢這就是我們國家的終極武器 鋼彈講弓啊 當我們這個國家遇到重大的危難的時候 只要經過這個召喚的儀式呢 鋼彈講弓就會出來保護我們 而且還能維持世界的和平 可以維持世界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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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講弓真的是那個 什麼 人類的救星 世界的為人 那老師剛才告訴我們 到底要怎麼樣才可以召喚出鋼彈講弓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這個自由廣場 牌樓 我們對這個牌樓非常的熟悉 這牌樓它是採用六根柱子 五個尖 這種設計呢 是最高等級的設計 這是皇帝才能使用的設計 講弓就是皇帝啊 那我們就用最虔誠的心呢 穿過這個牌樓 往這個道路走過去 一直走到躺體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召喚講弓了 走 我們現在就出發 老師的意思是以前這邊 設計來就是讓大家來沾揚講弓是不是 沒有錯 老師這段路怎麼這麼長啊 老師這段路怎麼這麼長啊 當時我們為了要沾揚講弓 大家夾到在這裡 痛哭失聲 但是這一塊白色的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叫做玉路 你如果到廟宇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玉路呢是給神在走的 其實神是用飄過去的 這個階梯設計這麼長 就是要讓你走到這個頂端的時候 直接跪下來 向蔣公的銅像致敬啊 在整我吧老師 這麼長的階梯是怎麼用意啊 這個階梯呢 總共用了八十九階 是因為呢 蔣公享年八十九歲 所以為了要紀念他 就做了這個階梯做了八十九階 你看齁 這整個中正紀念堂 都是每一個小地方呢 都是針對蔣公一個人的歷史 去做設計的 召喚之前呢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這個堂體的設計 你看齁 這個堂體呢 它是模仿南京的中山林跟北京的天壇 你注意看齁 它是個沒有窗戶的堂體 沒有窗戶呢 就能夠積聚這個整個聖靈之氣 能夠增加這個 甲公鋼彈的靈氣 唐體呢 它是 作東 向西 它這個方位呢 是面向我們被共匪切記的 中華民國淪陷區域 你看看這個 唐體的天花板 這什麼東西嗎 這應該 啊 老師剛剛講過 這應該是 黨徽或是國徽吧 不對 這就是魔法陣 就是這裡 旺田 助手 是 不知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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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